今天我要跟大家講的氣功學教 它硬要我講出一個真相的話 硬要我講真相的話 我只能告訴大家 第一個氣功治不了癌症 懂不懂意思 得癌症的人不要去找氣功師治療 不可能無好 因為整個氣功的源流的時候 老祖先不知道什麼叫癌症 我們過去有癌症治好的 是因為診斷錯誤 有40%在過去 那醫學週刊裡面寫得很清楚 美國有40% 以他們那麼高 台灣更多 40%檢查說癌症 結果是沒有癌症 它不是 當我們癌細胞怎麼突變的 是在一個作業環境 身體恐慌的一個作業環境底下 每一秒鐘有一百萬個細胞在 集體自殺 一天有一千億個細胞 必須分裂 當它在分裂的過程當中 它要把寒氮檢基 四個寒氮檢基 ATGC重新排列 假如有一個壓力進來 它的排列組合可能就會錯誤 這個錯誤就是第一個 形成癌細胞的粗胚 分裂第六次就是癌症 所以說身體是經過非常嚴謹的過程 在讓一個細胞分裂 所以說我們要給自己一個很自在 很開朗 很坦誠的一個這樣的一個身體的細胞的作業環境 我說把人切成六十兆分之一塊 切成六十兆片 也就是等於一個細胞 所以人是由細胞所組成的 每一個細胞裡面都有DNA DNA記載著三十八億年來 人類眼鏡的跟大自然跟環境跟藥物跟各種自然的食物 產生的一些什麼一些對抗戰勝它而活下來的秘訣 所以說我們面對所有的環境就是靠這個DNA 裡面開著RNA的處方簽 然後再到核糖體裡面去製造蛋白質 然後再到粗造型內質網裡面去折疊成 這個RNA裡面的藥物 然後再經過高耳機體去貼標籤 送到要治療的部位器官去 你看我們的身體是不是很偉大 他每天分分秒秒在為我們默默的做這些事情 我們人能努力的是什麼 氣功學要我們做的是什麼 就是給他一個好的作業環境 就是這樣 當他出錯了 就是你的作業環境不好 你再去練氣功來不及 你還是要現代醫學 我跟大家講的是中肯的話 我爸爸肝癌 以我跟整個醫院醫生的背景 我想也很熟悉 跟醫生的台大 各大醫院的都 那些醫生都很熟 很熟的朋友 我的醫療 對爸爸的處理的醫療 應該也不會太草率 然後我當然是找這個李柏煌 他的團隊 然後找李柏煌的團隊 李柏煌特地幫我做了說明 然後他是肝癌末期多發性的 那面對這樣的一個情況 剛進去的時候 我就請他坦白講 還有多少希望 他說三個月 我大姐就召集了很多的親戚 親朋好友 甚至爸爸還可以講話 因為肝癌末期很快 就這樣 就這樣 那 我就 他就是三個月要回來診 要做斷層做MRI那些 然後做潮音波做驗血 每一個月都要回來做 那我就 後來我就決定不做 因為他也不能處理什麼 他醫學能做的就不能處理什麼 然後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跟我爸爸講說 你是肝癌 我不用這個名詞 我說你的肝皺皺的 肝皺皺 沒關係 我們想辦法讓他平了就好了 平了就好了 我就一直給他這種堅持 我給他的這個 給他的這個想法 然後就跟那個 就跟李柏煌的團隊跟他講說 你就告訴他說檢查都很好 那我也不用 他不是來做斷層 什麼都不做 你就驗血 讓他心安就好了 然後三個月假裝驗一次 潮音波那個 然後就 然後看報告他坐下來 你就告訴他 李先生你很厲害 你怎麼保養得這麼好 這樣 你看起來笑嘻嘻的 你不看你厲害 你現在肝嚴越好比他更好 這樣 就這樣 他已經兩年了 已經兩年了 那個 已經兩年 當然需要一些方法 需要一些方法 只是你在面對這樣的一個時候 我們能做的是什麼 能做的就是 擁抱你的父母 去告訴他 你需要他 用肢體去讓他明白 他是你這一生的支柱 你要敢擁抱 因為 你要明白 他即將 已經走到生命的終點 你要用你所有的一切的念力 然後告給他正向的想法 他所要做什麼 就讓他高興 生命有無比巧妙的 戰鬥力 我只能告訴大家這樣 但是也不是氣功治療 心理治療大於氣功治療 心理治療大於氣功治療 給他信心 給他支持 給他成就感 告訴他說 你兒子已經現在已經開始 有成果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留下來 這個好好的分享 告訴他這樣 勇敢的 去給父母親這樣的一個 但是 也絕對不是氣功治療 那為什麼會這樣 也不是我孝順 因為我跟大家講過 你的壽命多長 大概把你爸爸媽媽 的 活的年齡 加起來除以二 你大概 差不多了 plus minus 差不多 為了我自己的未來 我必須讓他 拖夜場 對我也有利 拖了兩年 我都活了一年 知道嗎 平均下去 活了一年 要不然 我家族的排 排序 我們家族 爸爸媽媽 兩邊 沒有活過超過七十歲的 從來沒有 歷史典故意念 差不到 沒有活過七十歲 你看我會怕死嗎 怕死啊 你知道我爸爸 你知道嗎 我爸爸媽媽都清光眼末期 兩個人都看不見 你會怕死嗎 怕死啊 我舅舅全部死於中風 會怕死嗎 怕死啊 太多了 你知道嗎 所以說現在肝臺 我又要怕死 肝臺 清光眼末期 我後面不是青梅 就是肝臺 要不然是中風 這三個一定中一個 三個已經做一個 所以在這三個還沒有來到的時候 我已經要把我要做的事情做到 所以說有時候 不要恐懼自己 會有什麼業障 是你要在這個DNA展現之前 將你要做的事情做好 當你有這樣一個強烈的 這種動機的時候 他DNA就會慢慢開 不會開 你等待說我要退休了 開始來準備一個月領多少 安定的生活的時候 他就很安定的開始開啟DNA的 那些系統 得不到什麼好處 得不到什麼好處 有氧無氧呼吸 有氧呼吸 就是什麼 在立腺體裡面進行的 叫有氧呼吸 換言之就是他 身體經過一個葡萄糖 他糖解以後 會產生兩個動能 兩個動能就是兩個ATP 跟兩個丙酮 丙酮進入我們的立腺體 這個無氧呼吸是在細胞 我們說一個細胞有細胞膜 細胞質 細胞核 細胞核就是細胞的大腦 也就是23對染色體的地方 就DNA的地方 那細胞質會進行糖解 將葡萄糖分解成兩個ATP 兩個丙酮 這兩個丙酮會在進入我們的立腺體 進行什麼 進行克式循環 克式循環 克式循環就是製造 FADH2跟NADH 兩個高能分子 這兩個高能分子 會在進入立腺體的內膜 形成一個電子梯度 叫做電子傳遞鏈 讓它不斷的 從高能未能 不斷的往下掉 往下掉 一掉它就釋放能量 一定是釋放電子 這個電子會產生我們的 靈酸根 去跟我們的ADP結合 ADP就是沒有電的電池 然後變成 接合了ADP結合了靈酸根以後 它就轉變成ATP 這個ATP就是讓我們有動能的 我們身體可以動 有能力 就是因為這個ATP 那它就會在立腺體裡面 最後的電子的載體就是氧氣 所以假如沒有氧氣 它這個立腺體 克制循環都不會進行 假如沒有氧氣 假如缺氧狀態的時候 它就不會進入立腺體 只有在細胞質上 進行無氧的呼吸 那它會產生 有氧呼吸會產生36個ATP 加上糖解運動的兩個ATP 就是38個ATP 來供給我們人體 可以不用 不會累 一天可以工作很久都不會辛苦 而且燃這個 都有足夠的能量 不會像沒有電的電池 要吃什麼來提神都不需要 你提神就是你有氧不夠了 沒有進行這樣的一個有氧呼吸 有氧呼吸在立腺體裡面進行 所以又叫做包內呼吸 注意包內呼吸 細胞的包 這包內呼吸就是古人所談的 氣功學的內呼 聽得懂嗎 內呼 所以有醫生告訴你說 你要去練氣功啊 然後吸氣吐氣啊呼吸 那叫做呼吸訓練 不是氣功 呼吸訓練不是氣功 今天 第二個真相是這個 第一個真相就是氣功沒有辦法怎樣 治療癌症 你不要相信他 你相信他我爸爸就交給他 哪一個那麼厲害 我跟他賭 第二個就是 呼吸不是氣功 呼吸不是氣功 這個 我們今天啊 就是來告訴大家 怎麼樣能夠讓你進行有氧呼吸 產生比較多的ATP 產生比較多的ATP 所以說 不停結合 我們這個 要再接受 真的 不停結合 他 是 其他 不停結合 你 會 不停 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